用转一脸光看电影 去这过渡娱乐化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何局电影 北京正在闹飞碟 宝丁市的双门乡里 仍旧一片祥和 治国家的起伏肚子已经很大了 新娘子文翠 正穿着婚纱等双龙回来结婚 大夫陈善玲正忙着往诊所里 办医疗物资 现在的医疗物资多紧缺啊 幸亏女儿能耐 进货价五千 等飞碟一来 怎么也能卖个翻倍 可双龙一直没回来 村里的大喇叭 又喊着让善玲去趟卫先生局 作为文翠和双龙的媒人 以及两人的婚礼主持人 善玲将录好柱子的磁带交给女儿 推了自行车 就上线卫生局去了 至于在北京打工未归的双龙 多半是被飞碟给闹得回不来了 善玲变出了个主意 给双龙打电话 让双龙偷偷地回来 非一点有什么了不起 缺婚才是大事呢 以上就是村医陈善玲 在到达卫生局之前的真实态度 但见过卫生局的张局长之后 先前的态度都将发生彻底转变 张局长焦心得不仅 大批民工即将返乡 可乡卫生院连体温表都没有 老院长又因脑血栓瘫痪在床 卫生院条件简陋 群龙无首 怎能照应得过来 即使找善玲谈话 目的只有一个 让陈善玲代理乡卫生院院长 善玲这才放了心 原来不是自己犯了错误被约谈 而是之前一直想进卫生院的申请被批准了 原想着就算打水扫地也甘愿 只要能进卫生院 没想到 却在53岁的年龄 被委义院长重任 局长给出承诺 只要乡里没有一个非典病人出现 等非典过后 就把代理两次拿掉 话不多说 先以院长身份参加县里的疫情会议 他认真做着笔记 当院长自然高兴 但会议过后 他才深刻体会到 什么叫灵危受命 卫生院已连续三个月发布出工资 十几个医护人员士气低落 抗疫物资更是少得可怜 跟上面反映情况 局长的回复很明确 物资紧缺 县里想到办法以前 他需要签字力更生 该怎么自力更生呢 只能打自家主意了 非典四女 女儿的进修被迫搁置 但女儿进修的学费 可以拿来救急呀 晚上 他找女儿喝酒 愁得不行 不管老婆怎么反对 还是软硬兼施的 把女儿那五千块学费借了出来 发了卫生院拖欠三个月的公子 物资紧缺 那就先下厢宣传 提高认识 在村里 用大喇叭喊话 贴标语 在村口射关甲 切断人员流动 组织防飞点知识问答 奖励就是善灵吹一曲唬 那 交代村里给外面打工的人打电话 让别回来 又强调村外的窝棚得赶紧搭起来 马上要用 但这些措施还不够 医生手里没物资 就像战士上了战场 却没有枪 有心无力呀 于是 善灵决定 动用自己诊所里的抗疫物资 物资是分批偷出来的 之前动用女儿的学费 老婆已气得恨不能吃了她 这次动用物资 更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老婆气她当了官还倒贴 可她倒贴的何止是公家 村里的孤老头五叔 犯高血压晕倒 她把五叔背回诊所书页 也是不收钱的 她本来就是个热心肠的人嘛 只是没想到 当官看着容易 做起来却不简单 就回五叔的第二天 头晕晕的 她也犯高血压的 医生给她开了降压的特效药 她还是第一次吃上这么贵的好药 四十块钱一百 托公费医疗的福 她一边高兴 一边交代别开多了 少开点就行 一转头 她又把这么贵的特效药 送给五叔吃了 现在医生们肚里有粮 手里有腔 可防疫战斗 还是困难重重 困难主要来自乡邻的不理解 第一批从北京返乡的民工到村口了 其中有治国 又有善灵的儿子 燕德 医生给每个人量体温 体温正常地 先到村外的窝棚里隔离七天 度过可能的潜伏期 体温超标地占到发热门诊 另行隔离 治国体温三十八点五摄氏度 需要立即隔离 治国妈一听就急了 媳妇马上要生 治国怎能不陪着 她缠着善灵口不择言地骂起来 骂善灵寻思 都是从北京回来 怎么不安排燕德一起隔离 善灵没有争辩 治国妈这人她是知道的 先是把她当兽医 发现她进了香卫生院 又磨着她 让给媳妇照必超 看肚里是男是女 她当然不同意 治国又要隔离治国 墙里多半行不通的 只得发话 让儿子陪治国一起隔离 这才堵了治国妈的嘴 还有最令人担心的双龙 自从接了文翠妈的电话 双龙真从北京偷偷回来了 可一连几天也没到家 文翠记得要自杀 后来才知道 双龙乘坐的列车上 有个非典病人 双龙下火车后转成大巴 没多久就被兰夏强行隔离 可他垫着回家跟文翠结婚 又跳窗逃跑了 这一跑 可把张局长记坏了 火熄火燎的下乡 交代善灵一定严防死守 千万不能让双龙进村 双龙记下了 也安排下了 双龙一路走回来 刚到村口就被拦住 双龙不想被抓 转身躲进草丛里 直到双龙来了才现身 双龙穿着简单的隔离衣 摸着双龙的头 答应让他和文翠见一面 见面时隔着三米的安全距离 双龙和文翠的腰上都系了绳子 绳子被人在身后拉着 防止两人靠近 这么做虽然不合规 但总算安抚了双方的情绪 双龙愿意接受隔离 文翠也不再为推迟的婚事 哭哭啼啼 外面的疫情更加严峻 保定也有了三名疑似患者 新闻一出来 立刻掀起一股抢购狂潮 善龙知的又在喇叭里喊 不要恐慌 注重预防 还能怎么预防呢 县里的物资虽然下来了 却根本不够用 诊所的物资也所剩无几 就在这时 老婆发现了家中失窃的问题 善龙一回家 就看见自家门口围了好些人 连警车都来了 老婆坐在家里哭 两个警察一勘察完现场 善龙赶紧让警察回去 家中失窃没什么 抗飞点才是头等大事 送警察出门时 他还不忘给警察 递去两个新口罩 这不正是失窃的口罩吗 女儿立刻明白过来 偷东西的人正在眼前吗 又是一顿闹腾 善龙只得承认了 先前躲躲藏藏 现在话说开了 善龙反倒镇定了 东西拿去卫生院 公家打了借条 迟早得还 即使实在还不了 他也认了 抗飞点的任务交给他 那是对他的信任 要是真有人感染 农村一倒一大片 那才真对不起领导 对不起大家 先前失窃的物资 都是他拿的 诊所剩下的物资 他还得拿 抗飞点 是件劳心劳力的事 既要争取家人支持 又要阻止村民造谣货重 他把跳大神驱学的 治国妈赶回家 又熬了预防感染的草药 免费给村民喝 村民因害怕感染 而不来喝药 他就安排人 挨家挨户去叫 即使这样 他也没讨着好 返乡民工越来越多 在村外窝棚里隔离的人 也越来越多 上面要求 一天查体温两次 他就安排一天查三次 以保万无一失 他劝治国以大局为重 但治国不听 反而喊着名字骂他 他让儿子跟大家一块隔离 又被人说成是食苦肉鸡 但他不计较 治国媳妇生孩子 还是他去接的生 治国妈伤风感冒 嚷着非要隔离 又是他将胡闹的治国妈挡了回去 为了照顾村民的亲情需求 他想办法让隔离人员和家属 隔着安全距离见面 双龙见到了文翠 治国也见到了自己刚出生的两儿子 山林忙得多日不着家 终于在一天夜里 踏上回家的门槛 腿脚已酸软地走不动路 进屋先摇起凉水一顿猛灌 又渴又饿 但他心里是高兴的 这辈子从没这样高兴过 张局长到卫生院试察 还找他谈过话 要打报告 把他头顶上那两字拿掉 他假装苦着脸把这消息说出来 想吓吓老婆 可最后又自己忍不住先笑了 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 他要当正式的院长了 这感觉简直没死了 我也没啥能耐 大不了也就是跟老婆孩子在抗仓 要说有点想法呢 也就那么一点点想法 心中想到这把年纪了 失限了 要当正式的院长 那就更得努力负责 村口的检测工作越来越繁重 忙得他好几天没合眼 声音有些疲累了 脑袋又开始犯晕了 仔细地交代完工作 他想弥灯一会儿了 就在村口在桌上趴着 趴一小会儿就晃 这一小会儿 成了永恒 双龙和文翠的婚礼 还是善灵主持 人不在场 但一向在场 录音机里 拨着早就录好的婚礼处词 小家过好了 不能忘了大家 大事情上不能糊涂 什么是大事情呢 国家的事情 就是大事情啊 这是一部非典题材的小成本电影 相依 2006年上映 与新闻上大量报道的 一线医护人员的英勇事迹不同 这部电影将镜头转向不起眼的乡村 将视线聚焦在一名不起眼的乡医身上 毕竟 在一场灾难性的疫情面前 没有一个人 能置身事外 除了那些与病毒近身搏斗的一线医护人员 还有无数坚守在后方阵地的乡村守护者 一线医护人员从肆虐的病毒中抢救生命 乡村守护者用生命把守 后方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后方与前线 一样的不容易 2003年 非典肆虐全国 2020年 冠状病毒全土重来 非典时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还年幼 17年后 宅在家中的我们 才真真切切地 体会到被守护的感觉 村里的大喇叭又响起来了 各式各样的口号 被各式各样的方言 一遍遍地播报 路口的关卡又设起来了 各式各样的风露方法 被充分运用起来 就地取材 充满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 无数的基层工作者 被动员起来 在其他人都在家中 闲到发慌的时候 他们早已忘掉了 过年的好时光 将全部精力 投入到抗疫的战斗中 宣传防疫知识 检查流动人口 通告实施疫情 诊治感染病患 基层医护 基层警察 基层行政人员 他们并不引人瞩目 他们的工作 也并不复杂 但也正是这些 不被人注意的一群人 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阻止了城市疫情的 进一步扩大 他们用最频繁的坚守和 奉献 组就一张 覆盖到每一个 乡村角落的防疫大网 守护住这个 土地广貌的国家 他们都是基层的小人物 但他们做的 却都是大事情 什么是大事情 国家的事 就是大事情啊 和之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